Yo 我是老威 今天要來開箱這款超機甲神啊 就是因為之前開過那款紅色機甲神嘛 對不對 就這一款 那為什麼會想要擺在一起呢 原因是因為 你想想看啊 這個日幣是800塊錢 然後這個超機甲神 就感覺就是這支紅色的大合體 但是也是賣日幣800塊錢 結果我就覺得哇 那這樣的話感覺起來就是 真的是兩盒都應該收一下 尤其是這一盒 這一款超機甲神 我真的覺得超級值得收啊 日幣800塊錢 如果你買那個元祖的版本的話 應該要8000多吧 就是好像 10分之1的價錢 就覺得8000多是台幣啊 對 所以就覺得說 其實這一款其實還蠻划算的 而且我在網路上有看到一些圖片啊 就是有人把這個超機甲神 因為它畢竟有很多顏色嘛 綠色紅色啊這些的 就全部都送電鍍 哇 就變成說哇 這個超機甲神就突然 就是因為你知道這個 這個板件真的比較 老式一點點 但是突然 它一電鍍下去 會覺得哇突然還蠻帥氣的 尤其是 它這邊也把鍵啊 就是把這個鍵啊去電鍍 其實還蠻帥的 好 那就是可以看到說 就是有這幾款啊 而基本上 這因為它畢竟這個是日幣 800塊錢的模型 所以基本上你不用去想太多的 可動性的部分 但是就是以 就是擺來暫時的話 其實我覺得還蠻值得的 所以可以看到說 因為它畢竟是一定比較小嘛對不對 所以其實它你可以看到它的頭 就是頭盔啊 其實像盾啊 就是其實跟之前那個機甲神就是有點差距 那可以看到說就是 基本上這個板件 基本上都是大概兩片合體 因為真的是主要是賣合體 不是賣單支 所以其實 顏色真的是非常的 你可以看到說就是其實 所以其實就是 紅色電鍍 綠色電鍍 藍色電鍍 那看一下說明書啦 那說明書的部分的話 就是一樣就是 在講合體的部分啊 然後合體其實很簡單 就是 頭手腳這樣子合體 然後 就是這個鹽的機甲神 好像也不知道什麼時候 還會出那個就是BB的版本 要等很久吧 好 可以看到說其實組裝非常簡單 就是小朋友都可以做的組裝 好 那就是這樣子啦 所以我覺得說 如果你有在找這一款的話 我覺得最近再犯 可以多買個兩盒啦 我們今天就簡單開箱到這邊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